痛风已经不是一个陌生词汇了,身边渐渐出现了不少痛风患者,痛风已经往年轻化趋势发展,甚至十几岁的孩子都出现了痛风。 痛风患者要特别注重饮食,特别是跳令糕的食物要少吃,如龙虾的海鲜食物,动物内灶,老火鸭妈,都制品等,很多人不知道痛风的症状。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,痛风患者会有哪一些症状。 一,关节疼痛,大多数患者在痛风刚开始发作时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,可能只是感觉身体疲倦,不舒服而已,真正发作时会感觉关节痛疼,无法行走,无法睡觉。 高风期痛疼时间,可以长达十二个小时,那种嘶哑,刀隔半的痛,常常让患者难以忍受,疼痛关节周围会出现红肿,症,大部分会在两个星期内自行缓解。 有些患者还会出现发热,头晕头痛,心慌,恶心,大弹战等症状,同时伴随白细胞升高,红细胞成降率分快,C108分高等,如果发现自己出现这些情况,都要引起重视可能是痛风。 二,间歇性发作,痛风除了会疼痛,还有一个显著症状是间歇性发作,痛风发作一般是持续几天或几周后自行缓解,之后没有明显的后遗症,这个时候痛风患者容易中陷下来,饮食就不计口了。 大部分患者一年内会复发,也有患者经过几个月,几年,十余年后复发,少数痛风患者没有进歇期,第一次发病后承慢性关节炎发展,我们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痛风? 一,定期体检,二,多喝水,我们日常每天应该摄入1500到2000毫升水分,这其中也包括了从食物中摄入的水分。 如果是痛风患者无药期间,更应该增加水量,不包括食物中摄取的水分,每天应该饮用2000毫升,可以让尿液排泄身体多余的物质,可以稀释尿液的浓度,溶解尿酸,预防尿酸长期在一个地方形成结晶,导致痛风。 三,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,我们平时要多运动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,但要避免过量运动伤害关节,保持适当的身材,不要超重,不吸烟需求,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,良好的睡眠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